今天晚上我们是烈火恩高的聚会啊 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 然后呢 根据神的话语呢 为弟兄姐妹们祷告 烈火恩高的聚会 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 神是医治的神 我们要把神的医治啊 建立在我们的心中 坚固在我们的里面 就像二加二 等于四这样 我们要让这个神的医治啊 扎根在我们里面 没有任何怀疑 弟兄姐妹 耶和华是医治的神 耶稣基督是医治的神 阿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鞭伤 我们得的医治 他已经解决了 疾病的问题 不管你现在真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症状是怎么样 你都要坚定的相信 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医治 所有的人都可以信靠神 等医治 记住这是你的权利 就像那种 你选择看医生一样 选择吃药一样 是不是 这也是你的权利 是你的选择 它就是你的权利 你选择相信什么 它是你的权利 阿们 那么弟兄姐妹 神他的旨意 他的心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健康 每一个人都强壮 所以他为我们除去了疾病 这是神给我们做成的 神已经除去了疾病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相信他的话 相信他的话 如果我们要求神得医治 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话 如果你选择医生的话 要相信医生的话 对不对 配合医生的治疗 还不能百分百保证 你多得医治 所以你开医生也得祷告 是不是 现在给我约个草医生 祝福的药 吃的就好 所以他的重点强调的还是什么 还是信心 还是信心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医治上建立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啊 这个世界上这个疾病呢 是一个世界难题 每一天成千上万的人生病 各种癌症啊 高脂肪高血压啊 各种疾病呢 侵害着人的身体 虽然医院越盖越大 医学越来越发达 是不是 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 可是你发现一件事 这个疾病啊 病魔啊 也是越来越猖狂 病魔啊 疯狂的在世界上 偷窃杀害 毁坏人类的身体健康 可悲的是 很多的基督徒 也是被疾病给怎样 偷窃杀害 毁坏 是不是 很多的基督徒 为什么也会生病呢 为什么也会被疾病给偷窃了 根本原因就是 连基督徒都不相信 神的怀疑 不相信 神是医治的神 在教会当中 有太多错误的教导 特别在医治上 所以这些错误的教导 让人不相信神的医治 医治病魔 把基督徒的身体健康 基督徒的生命也夺走了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发现一件事 只要我们传讲神的医治 听处 亲信医治的真理 只要他建立信心 他都必得医治 为什么呢 因为医治是神做成的呀 是神给我们的呀 是我们所有的呀 阿们 这是我们的权利呀 神给我们的权利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权利 属于每一个基督徒 属于每一个基督徒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 他是一样的 不要怀疑医治已经过时了 医治永不过时 耶稣永不过时 医治也永不过时 阿们 耶稣过去怎样医治 他今天也怎样医治 他将来已是怎样医治 关键点是 耶稣已经一致 你已经健康 医治已经属于你 现在就是你相信不相信的事 就像像就如说赦罪一样 耶稣流血洗尽赦免了你的罪 你信了耶稣 你的罪都被赦了 你都被从魔鬼黑暗权势下 拯救出来 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了 新的生命呢 公义圣经的生命 阿们 无可责备没有瑕疵的生命 你是神儿女的生命 阿们 看到没有 你相信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就会 你怎么相信 你就怎么活出来了 弟兄姐妹 你相信神已经赦免了你 你相信你是艺人 你相信你是新造的人 你相信你是公义圣经的 你这样相信 你就会活出 这样的生命 那你不相信的话 你还是相信你有罪人 你还是相信你有罪 还是相信你有 你是罪人 你还是相信耶稣 还没有赦免你的罪 还得靠你求他 靠你在他面前哭 在你面前流泪 在他面前流泪 在他面前不但地求他赦免 他才赦免 如果你这样相信 那你就只能活在罪里了 不是耶稣不赦免你 是你不相信的 是不是 不是耶稣不赦免你 是你相信你还有罪 相信你是罪人 同样一致也是这样 你怎么相信 你就怎么活着 如果医治方面上 你相信耶稣受编上 你得的医治 你相信你是健康的 你相信耶稣已经医治了 你相信耶稣医治了 打大风的 相信耶稣医治了 瞎眼的 相信耶稣医治了 耳聋的 相信耶稣医治了 瘫痪的 相信耶稣医治了 这些唤醒流的妇人 你相信耶稣医治了 他们你相信耶稣医治你 对不起没 你相信耶稣受编上 你也得的医治 今天你就是健康了 当你这样相信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疾病了 症状 就没有办法 在你身上干凌鸡 他就必定 离开 阿们 耶稣今天 仍然在医治 怎么医治 透过他的话语 透过他所做成的 他的话语 你相信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 他的话语 相信他所做成的 医治 必定发誓 在你身上 可是我们看到 沉浅上外的人 他不相信 他还是相信他有病 相信他是病人 是不是 相信身体这里不好 那里不舒服 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这里有病 那里有病 从头到脚都有病 从你到外都有病 他就是相信他有病 就相当于他相信 他有罪 看到没有 很多的教导 都是教导你 让你相信你有罪 同样 很多的教导 也是在教导 让你相信你有病 看到没有 你怎么相信 你就能够活着 你相信你有罪 那你有罪 你相信你有病 你就活着 你就有病 是不是 那魔鬼 罪和病 就继续下阵 那耶稣 为你就白死了 为你白受病伤了 为你白流血了 因为耶稣 做成的 你不相信 耶稣给你的 你不相信 可是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话 是否能 我们的目标 重点 关注在基督来 如果你听我们的讲道 你会清楚发现 我们是要让你的心思 你的意念 你的话语 你所有的一切 都关注在基督 为你做成的 基督所给你的 阿们 我们看一节经文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的 第十章 十九节 路加福音的 第十章十九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力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 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人 弟兄姐妹 这是谁说的话 记住 这是耶稣说的话 可是有人 他说 虽然是耶稣说的话 但是 是给那些门徒说的 他认为是给门徒说的 不是给他说的 弟兄姐妹 如果是光给门徒说的 不是给我们说的 干嘛现在是你的 那他们这些 跟随耶稣的人 是门徒 那你信耶稣的人 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 看到没有 门徒是什么意思 门徒原文 他的意思 就是学生的意思 结果姐妹 这是学生 就是相信耶稣 学习耶稣 跟随耶稣 跟耶稣学的 叫门徒 那今天你信耶稣 你不跟耶稣学吗 为什么我这么分享呢 因为 那有一次 一个姐妹 她就跟我 跟我交通了一件事 他们在教会里的 有人 他们就不相信 这里的经文 她说 这是耶稣给门徒说的 不是给我们教会说的 所以她就不相信 看到没有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问她 我说 那耶稣给门徒说的 那你 不是给教会说的 那你 你是教会 你 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 你看 他们门徒是什么意思 他们的高度 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 就是跟谁学 跟你是谁的门徒 你就是跟谁学的 你就是谁的门徒 明白吗 如果你是跟耶稣学的 你就是耶稣的门徒 你如果是跟孔子学的 你是孔子的门徒 如果是跟那个孟子学的 就是孟子的门徒 看到没有 那换言之 你是跟魔鬼学的 你就跟魔鬼的门徒啊 我又问她 你信耶稣 你不是耶稣的门徒 你不跟耶稣学吗 你不跟耶稣学 你跟谁学 难道你要跟魔鬼学吗 诶诶 弟兄姐妹 这你就看到很多人 虽然他信耶稣 他就没跟耶稣学 这确实是跟魔鬼学 魔鬼起初就是说谎的 起初就是犯罪的 是不是 他也天天说谎 天天罪罪罪的 天天说我有罪 天天接受罪 魔鬼把罪一放进来 他就接受了 是不是跟魔鬼学 魔鬼都是生病的 知道不知道 病魔病魔 每一个魔鬼都是有病的 可能你会问 陈牧师 为什么魔鬼是有病的 因为魔鬼本来是天使 是不是 天上的天使 但是他骄傲以后 他带领的三分之一的天使 就怎样 背叛了 这三分之一的天使 背叛神了 那天使就发生一场战争 这个在圣经当中 都有记载 无论是以太亚书 还有这个 甘义米书 其实都把都有讲 这天上发生的战争 那个魔鬼就是路西弗 是不是 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 还有这个米加勒是真正的天使 也带着天使和他打仗 那最后谁打败了 那我们路西弗打败了吗 谁打赢呢 米加勒天使上打赢了吗 是不是 所以当这个路西弗打败了 你想想他 那些跟着他一起的天使打败了 他们能不 他们能不受伤吗 没打 他是好好的 要打败啊 你看打仗的时候 不把敌人打残 打得又没有武装力量了 是不是 把他的打得有的打死了 有的打惨了 那叫打赢了 你把他打他这个 是不是 打得有的残兵败将 他都是怎样 就缺乏任何的武装力量 任何作战能力了 他才打败了 所以当这些天使被打败了 也就是说 他们都成了残废的了 所以瞎眼的 瘸腿的 耳聋的 啥意思 都成了残疾的了 明白吗 都成了有病的了 被打残了 眼睛打瞎了 耳朵打聋了 腿打肝了 然后这个身体 各个方面上 当然他不是人身体 他是灵体 但灵体 他也是个体 也是灵体 所以他被打败了以后 他就成了残兵败将 所以这些魔鬼 包括堕落的天使 都成了怎样 都成了病痒痒的病魔 所以疾病疾病 背后叫病魔 是不是 听着 当你信耶稣了 这些病魔 他就不能挟制你了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所以耶稣得胜了 耶稣给门徒 权柄 就是给他的学生 给相信他的人的权柄 我们是要权柄 胜过这一切的魔鬼的 阿们吗 耶稣说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蛇就是代表魔鬼 蝎子就是代表那些残兵败将 乌龟邪灵 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你看到没有 你是有权柄 可以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什么意思 只要你不允许 没有什么能害 换人知道吧 能够害你 都是你允许的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听魔鬼的话 跟魔鬼吹了 魔鬼说你有罪 你就说你有罪 魔鬼说你有病 你就说你有病 那你就是跟魔鬼吹了 你要记住 我们信耶稣的是 只跟耶稣写 耶稣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 耶稣说我有什么 我就有什么 阿们 耶稣绝对不会说你有罪 说你是罪人 耶稣绝对不会说你有病 说你是病人 知道不知道 就算你有罪 就算你有病 耶稣也不会说你的问题 耶稣干啥 耶稣要解决你的问题 耶稣要赦免你的灰 充斥你的力 是不是 这才是耶稣干的 所以你现在发现 我们的事工 就干耶稣所干的事 我们就只跟耶稣学 魔鬼说的 根本不听 也不接受 你信耶稣 记住 耶稣给你全民 可以胜过魔鬼 阿们吗 听着啊 耶稣给你全民 不仅能够赶鬼 还能疑病 还有我还要告诉你一件 重要的事 耶稣给你全民 不仅能赶鬼 疑病 还能赦罪 你看正级的经文 是关系到什么 这个 马路加福音的 十章十几节 看到没有 这是关系到 你有耶稣给你的全民 可以赶鬼 阿们吗 这耶稣给全民 给谁呢 给我们啊 我们可以干啥 我们是耶稣的学生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就听耶稣的 耶稣生给我了 我是他的学生 我就跟他学 我就相信他 他给我 我就用 我就干啥 我就干鬼 你有全民 你不用 你干啥 你听魔鬼的干啥 你听天天说 魔鬼多厉害 魔鬼多厉害 魔鬼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样不好 怎么怎么样 有问题 说这有用吗 解决不了问题 越说这个问题越大 越说这个人越不好 越说越是给魔鬼 做工运行的机会 你知道不知道 你记住 你要做的首先是 拿起这个全民 干鬼 奉尼苏你干鬼 奉尼苏你 昆龙门鬼 奉尼苏你 昆龙邪 奉尼苏你 执打你 奉尼苏你 执折你 奉尼苏你 奉尼苏你 愿意你 离开 阿们 不允许他在你的身上 明白了吗 不允许他在你的家里面 奉尼苏你困帮你 就是现在 你有这个全民 你要用的 这是第一方面 耶稣已经给你全民了 就是叫你赶鬼了 就是叫你践踏他的 就是叫你胜过他的 阿们 你为啥不用呢 天天被魔鬼攻击 被魔鬼欺骗 是不是 被魔鬼谎言欺骗 被魔鬼骄扰 心情不好 情绪也不稳定 思想里都是负面 都是怀疑 担心这个 害怕那个的 惧怕这个的 都是什么 愁离谎言 魔鬼谎言 被你嚼扰 包括生病的 身体生病的 这些疾病的 都是魔鬼的攻击 为什么会发生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愿意 你接受 你同意他进到你里面 攻击你 嚼扰你 上海 从今天晚上开始 奉耶稣 基督给你宣告 耶稣给我全民 可以干鬼 奉耶稣 你捆绑这一切 魔鬼的作为 捆绑这一切 处理的交流 奉耶稣 你见到阿们 这是第一方面 耶稣给你全民 你可以干鬼 好 第二方面 耶稣给你全民 可以移并呢 跟我说 移并 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七到十八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七到十八节 信的人 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 奉我的名 甘鬼 书心方言 手能拿手 若和的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手腕病人 病人 就必好了 阿们 说得清楚不清楚 十七节说 信的人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跟我说 信的人 你是信的人吗 记住 你是信的人 就必有神迹随着你 如果没有神迹 说明一件事 你不信 你不要说 我信耶稣多少年了 我在哪个教堂来聚会 我是哪个宗派的 我们是正确的教会 我们是正确的教堂 你们是异旦 你们传福音 你们赶鬼 你们还异病 你们还说方言 你们还怎么 你们是异旦 谁是异旦呢 谁是异旦呢 你才是异旦 你看到没有 信的人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换言之 如果没有神迹随着你 你就是不信的人 或者是你信错了 那你都信错了 你不是异旦 谁异旦 那不是我说的 有人老师 你喜欢跟人家定罪 说别人家是异旦吗 那我让你看看 谁是异旦 人家感个鬼 一个病 说个方言 就成异旦呢 你不感鬼 你不疑病 你不说方言 你还不是异旦 今天晚上我要明确告诉你 感鬼的 一病的 说方言的 都是对的 都是信一苏的人 信一苏的人 正确的生命 正确的生活方式 就是感鬼一病 说先方言 看到没有 感鬼 父母的名感鬼 说先方言 熟了那熟 异旦的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熟按病人 病人就病好了 这样的生活方式 耶稣所教导的 这是谁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吧 如果你说 陈彼得你讲错了 你这是佛物的教导 你是异旦 我说这话是我说的吗 这话是圣经证说的 这话是耶稣说的 这话是耶稣在大使命当中说的 耶稣所说的话 信的人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父母的名感鬼 说先方言 手能拉扯 任何的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 就病好了 阿门 谁说的 是不是耶稣说的 如果是我说的 你说我是一旦 那可以啊 那么一旦就一旦 关键这里是耶稣说的 我说的是耶稣所说的话 那你说我是一旦 那你不就是说耶稣是一旦吗 这是我一旦 弟兄姐妹 说陈彼得牧师 这个讲究道啊 是错误的教导 是一旦 千万比平 他又赶鬼 又一逼 又说心方言 我说定我一旦 你还没这个资格 知道定一旦的标准是什么吗 知道定一旦的资格是什么吗 啥都不懂 是不是 就觉得人家跟他不一样 就定一旦 要讲定一旦 听着 信的人必要神迹谁的 以马特 马克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句来第一 如果你没有神迹谁的 你就是一旦 你没有赶鬼 没有疑病 没有说案 病人就要被好了 没有说心方言 你才是一旦 你不明白 我们又赶鬼 又有疑病 我们又说心方言 又干这些事 干啥的 我们才是信耶稣的 我才是耶稣的学生 耶稣的门徒 我才是真正信的人 阿们 过瘾吧 反正想定我一旦的人 都没好下场 缺了牛递 看到没有 这是耶稣说的话 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也是耶稣所说的 阿们 那耶稣这里说 奉他名甘鬼 又不是奉我的名呢 奉全民得的名呢 不是奉耶稣的名甘鬼 你还说我是一旦 是不是啊 耶稣已经把产品 给我们 我们可以甘鬼 这第一 那说心方言 那手的拿手 肉和的什么毒 也并不受害 这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说心方言 你就是说方言老高 手的拿手 就代表你有全品 魔品在你 会归你管啊 你奉耶稣 你捆绑他呀 肉和的什么毒 也并不受害 你就不用怕呀 害怕吃这个中毒的 吃饭是中毒的 但是你不要 故意搞一瓶毒 要在这喝 是吧 那你就要试探水了 在你不知道情况下 你吃吃饭 拿喝水 你不知道不懂的 你都可以奉耶稣 祷告 寂静他 好 你吃了就健康 阿们 手按别人 别人就要别喝 就是你可以奉耶稣的名 按手 奉耶稣的名 一笔 看到没有 耶稣已经把这个全品给我们 把这个神迹给我们 如果你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给你的全品 相信耶稣给你的能力 你就能够奉耶稣的名 一笔 是不是 啊 你可以复你一苏的名 一笔 你为啥不用呢 我就问你 你天天还说你有病 这有病 哪有病 干什么呢 你复你一苏的名 按手啊 天天按呢 你就有这个全品 你是不是信任人 如果你是信任人 你就有这个全品 你明白了吗 你不要找这个找那个了 好像你没有一样 看有吧 每一个信的人都有 那么你信耶稣第一天 只要你听正确的教导 你就有这个全品 阿们吗 你信耶稣 就算你信三十年五十年 你不相信耶稣给你的全品 是不是 你不相信耶稣做神的 不相信耶稣给你的 不相信耶稣给你全品 可以改鬼 可以移病 人员没用啊 你当然被魔鬼欺负 被疾病欺负啊 为什么你被魔鬼捆绑 被疾病欺负 就是你信错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还以为是神管教你 神用病管教你 那你犯罪呢 你是神用罪管教你吗 你生命你说神用病管教你 那你犯罪怎么办 怎么搞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是人啊 没有听真理啊 他对魔鬼骗得谈谈转 是不是 今天晚上你要明白 耶稣给我宣定 第一个奉你一奉命可以干鬼 第二个奉你一奉命可以一病 什么鬼和病 通通对我践踏 通通踩在脚下 谁说的三 不是魔鬼说的三 病说的三 是你说的三 为什么你说的三 因为耶稣给你的 阿们吗 耶稣给你全病 你有全病在手上 是不是你说的三 你说命令鬼离开 鬼就离开 命令病消失病就消失 付耶稣的你按手 你说陈牧师那么爱美好怎么办 美好去缘呢 让他听真理的道 听我讲道 听几天就好了 哈哈哈哈 是吧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神给你的你不相信 魔鬼跟你说的你都相信 那就是你的选择 怨不得啊 怨不得任何人 怨不得任何人 我们的话语事中 要治愈让神的儿女 在真理上建立信心 这是耶稣所做成的 耶稣所给你的 耶稣给你的 你所异股的 把它用出来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 用出来的时候 你都会成长起来 阿们 你可以送耶稣的你按手 送耶稣的命令鬼出去 命令病出去 知道吗 你不要说病啊 问题啊 不要说人家话了 听见没 你要说的是 耶稣给你全面的话 耶稣给你能力的话 阿们 把它用出来 你要说也是说 给你的身体 说一致的话 说释放的话 说祝福的话 说健康的话 说恢复的话 说美好的话 阿们 然后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还可以奉耶稣的名赦罪 跟我说赦罪 来我们看吧 约翰福音的 二十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 二十章 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子要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像他们吹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 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诶 弟兄姐妹 你看到一件事 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啊 我也遇到妓女啊 税吏啊 罪人啊 各种各样的 包括淫妇啊 是不是 撒玛利亚的妇人啊 耶路撒免的那个淫妇啊 你看耶稣从来没有说 哇 你犯了太大的罪了 你知道你犯了多少罪吗 你从小到大犯的罪 你玫瑰犯的罪 你想不出头犯的罪 你天天都犯了罪 你又犯了淫乱的罪 你又犯了误会的罪 你又犯了天女的罪 你犯了多少罪 你赶紧的罪 你看四福音书当中 耶稣对这些人 有说过这些话吗 可是今天你在教会里面 听到讲台上讲到 天宁都在讲这些话 比如你们 我们有罪 我们一个月 想说说说说的罪 我们天天犯了多少的罪 罪罪罪罪罪 天宁讲这些 耶稣对那些 还没有重申 没有得救的人 都没有讲过 叫他们要把所有的罪 想说说说的罪 都要认清楚 今天你已经重申了 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天天听的都是这些道 讲台上天天都讲这些 难道你还没认清楚 这背后是怎么运作的吗 我今天晚上要跟你说 你要认清楚背后的运作 弟兄姐妹 耶稣是天父差来的 耶稣是天上来的 他来自要报告好消息 是天国的福音 来自天国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 所有有罪的人 耶稣要宣告 小子 你的罪 瘦了 有病的人 耶稣要宣告 都自放 都自 鬼从这人身上出去 看看没有 他的运作 背后是天国 天国的权力 耶稣身上有 受罪的权力 所以对于罪耶稣就一句话 解决问题 小子 你的罪 是吧 妇人 我也不定你的罪 阿们吗 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是天父 开拍过来的 耶稣干的是这个工作 干的是这个活 我就说了 真的 有人说 陈秘德不要听陈秘德讲的 陈秘德讲的 那是义丹 他不讲认罪的 免福音 我毫不客气的说 我不是人免福音 我是天国的福音 我是基督的行文 我是失败的人 全被的认罪 认罪 将设罪 来跟你说认罪 认罪 认罪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设罪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你没有设罪 你再认也没有用 你有设罪的权力 你不认 我也设罪 阿们 是不是 当然来到耶稣那些的人 哪一个人 他不是相信耶稣 能赦免他 他再来 他不相信耶稣 能赦免他 能解决他问题 他会来找耶稣呢 那既然都相信耶稣 来到耶稣那些 那耶稣还用得着 找他的问题吗 叫他不但给他搞他的 把他挖他的罪吗 用不着 就你发现 耶稣一句话 小子说你的罪设了 在耶稣身上原来运行的是 天国的权力 耶稣一句话都解决问题 是不是 他说在人子身上 有赦罪的权力 他们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说了 耶稣要今天 跑到我们中国的传福音 在我们中国教堂 来讲道的话 没有一个教会 接待他 为什么 因为耶稣无条件舍税 无条件医治 无条件释放赶鬼 是不是 你看我们的教团教会 无论是哪个教会 哪个教会会接待耶稣 都会把耶稣定罪为义代 也没儿耶稣都进不去 是不是 你们没有一个地方 他讲赶鬼 有没有地方讲一定 有没有地方讲舍税 就耶稣讲赶鬼 一定舍税 而且还是无条件的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 你会发现 背后全是宗教的 都是靠自己的行为 我的行为要求 行的好主赦免我 我要行的好主赦免我的罪 我行的好主 医治我的病 我行的好主怎么样 是不是 靠自己的行为 你要记住 这些靠自己认罪啊 求主赦免啊 靠自己求 这个行为行的好啊 求主赦免啊 行的好啊 求主啊 统统背后的运作 全部都是宗教的 知道吗 宗教的人 不但能给你提要求 无量的让人家 要做得好 要行为好 要怎样怎样的 求赦免 求医治 求主 所以人人活在宗教下 人人都被宗教的 林所下制和捆绑 最后 任何与宗教的林不一样的 都被宗教的林所定为一单 所以发现 耶稣在当时的时代 也是被定一单的 我也就说了 今天耶稣在我们中国 在这地方 传福音 根本人们都会 受他自己的 是不是 这里耶稣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看到没有 不但耶稣有赦罪的权命 耶稣把这个赦罪的权命 给你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父 开拍来的 我们是耶稣 开拍来的 我们 耶稣干的事 是父 分布他干的 我们干的事 是耶稣 分布干的 那么我们所干的事 与耶稣所干的事 是一样的 阿们吗 耶稣无条件赦罪 你无条件赦罪 耶稣无条件 疑兵 你无条件 疑兵 耶稣无条件 饶恕人 爱人 你无条件 饶恕人 爱人 耶稣有权命 胜过魔鬼 你有权命 胜过魔鬼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你今天干的 如果你去看一下 任何干的事 耶稣不一样的 毫不客气的说 通通都是法律赛 通通都是宗教 宗教认识 如果你明白真理 你会发现 耶稣已经把全民 给了你 阿们 你可以负你耶稣的 你干鬼 你可以负你耶稣的 你赦罪 你今天见到人 不是要求他 你要认罪认罪 不是这么回事 你要是要求 你要是宣告 宗教认识的 你赦免你的罪 如果他真的有罪 他活在罪里面 他被罪挟制 他整天被罪挟制 他难受 他抑郁 他罪就感 他感到罪孽身中 感到没办法活 感到里面 特别难受 再怎么认也认不清 这个时候你干啥 宗教认识的 你赦免他的罪 知道吗 你都能赦免他的罪 你不能赦免你的罪 你看到没有 赦罪的权柄 就在你手上 你说赦免谁的罪 就赦免谁的罪 你说留下谁的罪 就留下谁的罪 这也包括你自己 弟兄弟妹 今天你必须要明白 这个真理了 不要再被 谎言的灵 宗教的灵 自以为义的 义丹的名所欺骗 你可以赴尼苏的名设罪 不是赴尼苏的名 敬罪 你留下他的罪干啥 你留下你的罪干啥 你说你有罪 你就是留下你的罪 你留下罪干啥 有好果子吃吗 罪的公价就是死 你想留下罪 你要不在那说 你有罪 这个有罪 那个有罪 那结局就是死 你们是开玩笑的 你要做的 不是留下你的罪 也不是留下别人的罪 弟兄姐妹 你要做的是 奉尼苏的名赦免你的罪 赦免别人的罪 谁有罪 你要做的是 运用这个权命 把它赦了 是不是 你留下他干啥 你跟他定罪干啥 如果你留下他的罪 你跟耶稣干的就不一样 知道吗 你只有赦免他的罪 你跟耶稣干的才一样 阿们 因为耶稣是天父差遣的 我们是耶稣差遣的 我们跟耶稣完全在一个水流里面 所以耶稣无条件离弊 我们也无条件离弊 耶稣无条件设罪 我们也无条件设罪 耶稣用权柄 开轨 我们也用权柄干轨 完全在一个水流里面 阿们 他反对你 记住 就是反对耶稣 他记住你 就是定罪耶稣 看到没有 我们跟耶稣完全在一个水流里面 完全是一样的 阿利路亚 你如此相信 如此相信 如此相信 你就必定如此活着 任何魔鬼 任何贼命 任何罪 都不能再欺骗你 蒙蔽你 挟持你 都会被你 记得他在脚下 你明白了吗 你是耶稣的学生 你跟随的是耶稣 阿利路亚 弟兄姐妹 你不是在整天跟魔鬼 跟罪 跟病 搞得清楚 整天说我有罪 整天说我有病 整天说我有问题 其实背后是被魔鬼下指 被魔鬼欺骗了 蒙蔽 懂不懂 如果你明白 真的相信耶稣 明白耶稣做成的 明白耶稣给你的 明白你是新造的人 你就活在基督里 你是新造人 你有耶稣给你的权柄 奉耶稣的你 见他魔鬼 奉耶稣的一日寂静 奉耶稣你 赦免罪 你每一个人都活出 耶稣的身影 哈利公呀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认识到 我们化入施工的重要性 你好好领受啊 好好领受 好好成长 我真的是 不是夸口啊 夸口当像保罗一样说的话 夸口当指着主基督夸口啊 以我们目前现在我这个年龄啊 夸个口 指着基督夸口啊 中国教会找像我这样的牧师 是很难找到的 这个化入施工这么强大 这个指你这么前辈的化入施工 在中国教会 找像我这样的牧师 你是找不到的啊 哎 弟兄姐妹 好吧 放言全国 很难找到的 指你多么强大 多么前辈 有个六七十岁的牧师 现在都在听我讲道了 都开始翻转 啊 有个长老六七十岁的 就听我讲道 完全开启 完全得开启 得是放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回天家了 我使命已经完成了 这么多的讲道 哪个弟兄姐妹 有心 有以后把它翻译成文字的 但要出多少后的 多少版书啊 弟兄姐妹 这些音频整理下来 以后 要祝福多少弟兄姐妹啊 你知道不知道 哈利路呀 好 今晚分享就到这里 接下来祷告啊 要真心啊 你不真心 你自己处备哦 你听到就像你吃饭一样 是为你自己吃啊 好 好 我们一起来 准备来祷告了啊 你说的家人们 还是让阿们啊 听明白的 弟兄姐妹妹 相信的家人们 还是让阿们啊 好 取取你的手 林寿啊 你今天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学生 当你参与这样的话 要施工 你是被极大的开启 丢你妹 你的思想要兵心 你的树林是命成长 你会认识到 神过去 怎样使用这些门徒 包括怎样使用保罗 今天神要透过这个话 来训练我们 装备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也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学生 成为这个时代的保罗 时代的彼得 耶稣在这一个 二十一世纪 这个时代的门徒 我们是一群 单单相信耶稣的人 不要再相信魔鬼 相信疾病 相信罪了 这些都失败了 耶稣都已经败坏了 当时全的魔鬼 耶稣都已经 赦免了你的罪 耶稣都已经 医治你的病 耶稣解决了你 这一切的问题 你要相信耶稣 听见没 不要再听信那些活在宗教里 活在这些谎言里面 魔鬼的这种罪啊 病啊 这些谎言 侠着你们的人 所说的话 这些话都是要 扰赖你的心思和意念的 让你不能够单单的相信耶稣的 你要奉耶稣的名 抵挡这些 拒罪这些 奉耶稣的名 只接受耶稣为你做神的 只接受耶稣给你的 阿们 阿们现在祷告了 把手按在身上 身体哪里需要有一事 身体哪里不舒服 你都可以按手 奉耶稣的名按手 就是现在 记住我们的祷告 就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奉耶稣的改革 奉耶稣的一笔 奉耶稣的赦罪 你有罪 今天晚上奉耶稣的给你赦了 耶稣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今天晚上奉耶稣的宣告 你的罪赦了 还有罪 有罪是吗 只要你来到耶稣面前 赦了 奉耶稣的名赦了 阿们 奉耶稣的名 耶稣流血洗净你的罪 你的罪赦了 现在就赦了 全部都赦了 奉耶稣的名赦了 一切罪的压制 定罪感 罪就的 罪的捆绑 罪的狭制 这些谎言的你 蒙蔽欺骗的你 抑郁 罪赦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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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动的你 老恨的你 奉耶稣的你 离开 奉耶稣的你 出去 从神的儿女心智里面 出去 精神里面 出去 奉耶稣的你 离开 奉耶稣的你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你 赦 阿们 赦了 赦了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你 宣告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心灶的人 你是公义神节的 奉耶稣的你 赦了 阿们 身上有仇理压制的 疾病鬼压制的 奉耶稣的你 困盲一些魔鬼 困盲一些物鬼 困盲一些疾病的你 就是现在 耶稣给我们全面 其他生的妻子 奉耶稣的你 其他你 奉耶稣的你 其他这些疾病 其他这些疾病 其他这些疾病的你 奉耶稣的你 耶稣给我们全面 赶回 命令鬼出去 奉耶稣的你 出去 物鬼的你 出去 安静的你 出去 内容是关键人 疾病的你 出去 奉耶稣的你 出去 就是现在 高血糖 高血之 高血压 疾病的你 出去 信誉里面 疾病的你 出去 奉耶稣的你 出去 骨头里面 疾病的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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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你 出去 内脏器官里面 疾病的你 出去 奉耶稣的你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奉耶稣的你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阿们 出去 今生 今天 进行 新冲上 行 今生 这些 疾病的你 出去 自闭的你 抑郁的你 自卑的你 精神 疲力 疾病的你 出去 奉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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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发烧的 咳嗽的 有炎症的 身体有这个 有这些 处理的 嚼老的 凤一苏的米 这一些的炎症 热度发烧的热度 咳嗽感冒的这一段 咳嗽感冒疾病的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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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奉一苏的米 奉一苏的米 头痛头晕 疾病的 出去 出去 奉一苏的米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就是现在 出去 现在奉一苏的米 畏散畏痛畏脏 疾病的米 出去 奉一苏的米 出去 奉一苏的米 出去 奉一苏的米 出去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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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就是现在 从头到脚得一致 从头到脚得一致 从里到外得一致 从一苏的名义得一致 现在浑身都一致 浑身都开始恢复健康 浑身都开始改变 一苏受病让你得一致 现在浑身都轻松 浑身都轻松 浑身都改变 浑身都得舒服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神经都得一致 都得一致 每一个骨头都得一致 每一个器官都得一致 每一个血管血液都得一致 奉一苏的名义得一致 耶稣受病让你得一致 现在发生成就 浑身在你身上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奉一苏的名义受 阿们 好 活动起来 接下来的环节 所有的弟兄弟们都活动起来 活动活动你的身体 检查检查你的身体 你发现你的身体改变了 轻松了 都一致了 荣耀都归给神 相信耶稣为你做成的 相信耶稣给你的 你已经最多赦免了 身体都一致了 相信耶稣给你全面了 今天晚上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相信这个真理 知足耶稣的门徒 知足耶稣的学生 耶稣如何 你也如何 奉耶稣的圣灵 阿们